当然杨淑君事件也引发了国人强烈的反韩情绪 中视新闻就独家拍摄到 韩桥学校已经是二度遭到淡洗 昨天才刚洗干净 今天早上又遭了淡洗 而彰化还有水果摊的老板 他自己穿上了贴着太极旗的背心 就让大家来丢鸡蛋 让大家出一口怨气 反韩情绪高涨 韩国太极旗是台农秘书长的肖像 被当成镖靶蛋洗 为彰化的水果摊 一大早老板就贴出韩国人与狗 误入的海报随便消费者砸 为了出气宁愿不做生意 气氛难平 但不止太极旗被焚烧蛋洗 台北的韩桥学校也再度遭到民众撒蛋 前一天才清干净的操场信箱 这回又粘满了蛋壳 可能几晚上被人丢了 因为他们这些警察都有固定来去 加强巡逻避免伤及无辜 毕竟你在意就是正常上班上课日 到时候韩桥的家长恐怕会更担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